台中大理永隆路出现一个超大天坑 路面的柏油碎裂向下凹陷 这深度至少有40到50公分 坑洞内还有水不断冒出来 周围的泥沙跟土石近乎被掏空 柏油路向下塌陷的时间点 正好是下班的时间 路上车来车往的 就怕有机车还有汽车经过 会意外陷落或是卡住 里长等人先拿了三角锥 将天坑包围市井 也联络相关单位 由于这条路是近期新铺设的 地方初步怀疑 可能是自然水管制破裂 持续的掏空地基 才会导致路面陷落 目前工程单位已经赶往现场 来协助处理 你这都刷了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